但很明显的股市是要穿的 因為剛才提到 你從科子 從很多主要股 其實他們都穿了時間 唯獨恆子未穿 真的不是差太遠 所以假設這樣說 一旦跌穿了24748這個位置 再看下去恆子看什麼位置 其實再看下去比較遠 因為從體圖來講 下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置 就真是落到去年9月尾 10月頭的低位23,100左右 但是不是這麼差地一下子 插到那些位置 就難說的 什麼時候到就不知道 但是穿了位置就先看著那些位置 所以在整體部署上說 我覺得是要小心一點 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撩底 撥反彈或者什麼貨都不能買 其實一開始都有說 一來好看你選擇什麼貨 這個很重要 你選擇什麼板塊 受不受政策困擾的 這個都很關鍵 二來我想就算你要撥 一些比較進取的股份也好 不是不行 但是這個就會嚴受指示 譬如好像早幾天 假設你是搏騰上去 搏你做短線部署為例 剛才都說到的 就是穿7月尾的低位 即是穿前低位 怎樣都要走 這是一個很純粹 炒作投機未農的一些短線部署 我想就可能這樣定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一向不是這個取向 或者沒有這樣玩 當然這些市況 可能靠邊站會好一點 而且同意選一些收息股 或者是比較防守性高的股份 會比較強一點 譬如你也提到電訊股 其實你見到股價 屬於是強之餘 其實息是吸引的 即幾隻都是好的 所以這些 我覺得不妨可以繼續 做一些考慮的地方 對這個